在N2023地质嘉年华的活动中 瑞典知名地热公司的代表们介绍了 全台第一本地热及再生能源的童书 那这边我们也有今天我们讲故事的两位是我们的地质科学家 那可能由他们来简单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台湾做地热推广这样的教育跟知识很重要 各位台湾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一凯贝素罗的地质师 那基本上就是当我们在各个区域做调查的时候 我们跟部落的居民沟通 发现大家对于地热的相关的科普知识就是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想说从根本做起 从国小从小朋友的教育开始 所以我们就发展了这一套童书 要跟大家各位小朋友说明什么是地热发电 什么是再生能源 那希望能达到从小开始学习各种不同的地科知识 谢谢 大家好我是贝素罗德的地质师 蔡孟如 那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觉得很开心 就是有机会可以跟小朋友来分享有关于地球科学 特别是地热的相关知识 那我们都知道地热是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再生能源 那我们希望呢不只是在这个能源永续的方面我们可以尽一份心力 也希望可以从小开始就是达到这个世代永续 我们从小孩子的教育开始着手 那让这个再生能源这样子永续经营的观念呢 从小来培养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谢谢 好那真的谢谢大家 那我们公司就是贝素罗德公司在台湾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台湾发展地热能源 那去达到国家这个能源永续跟转型的一个愿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